二位的标签是什么 我沾了相声的光啊 其实是相声演员 都沾了相声的光啊 你为什么选这个当标签啊 其实我觉得我沾相声的光 真的沾的太多了 沾的太大了 对 它可能属于沾的是相声的激光 我的学业 我的爱情 包括我现在的生活 其实相声都在给我很大的帮助 相声对我要绝对比 我对相声要好得多 那一个一个说啊 学业上怎么沾了相声的光啊 到了大学之后 我们系主任才跟我说 那个因为当时录取你的时候 就是因为你当时说了 你喜欢相声学过相声 我觉得学相声的孩子一定错不了 这句话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所以我把你给要了 真的很感谢相声 这是学业啊 沾了我们相声的光 那这爱情怎么沾的光啊 我现在的女朋友 当时就是班里的班长 还是班花 我在班里就什么也不是 我的性格又很内向 也不爱跟所有人聊天 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喜欢接下茬 翻几个包袱什么的 一来二去我女朋友 觉得我挺有意思的 然后后来发现 就我是个相声演员 在网上同学之间 那时候搜着玩嘛 搜这个同学的名字 把我名字一搜 然后搜出一些 我这个演出视频 然后就对我有点 小崇拜的这种感觉 然后就有点小迷茫地 开始追求我 她一直到现在 就是为了能和我在一起 一直追随我到重庆 我们九年的时间 有八年半 都是异地恋的状态 然后就是为了 俩人最后能在一块 她考研考到了重庆 而且最后都已经 不挑大学了 就是只要能去重庆 就可以 你刚才说你媳妇 因为说相声追的你 在场有人信吗 你们信吗 不信是吧 这个在座的女孩们 你们追一个 特别爱上课接下茬的 说相声的男孩吗 你们怎么也得 追一个主持人吧 是不是 好都给您了 生活上怎么沾了相声的光 生活上现在我就是 没干别的 以相声为生 通过说相声 我有的时候 就是参加一些节目的录制 上上电视什么的 其实就像我们这种演员 就平时你在电视上 就是能看见自己的时候 那种感觉就已经 很爽很美了 有时候都不是说自己 就是自己能上电视 就身边亲戚朋友啊 包括父母啊 都特美 但是我的父母 可能也没有特别美 我父母对我的那种教育方式 有点就是那种 打压式教育那种 他不会很鼓励你 我从小到大 这么多年 我很少我父母 当着我的面 就是夸我一句这种 从来都没有 其实我上节目的时候 虽然他们没像其他的 一样很炫耀啊 说你看我孩子上电视了什么 但是我每次回家的时候 我周围的亲戚朋友 其实都知道我哪期节目 在哪播的 在哪播的 我有一年回家 我爸的几个老同事 聚餐的时候 然后在一块说 颜超你看 你爸平时虽然对你挺严 但其实他在我们老哥几个那儿 一提起你来特别骄傲 那跟我们炫耀都不行 那嘴都咧到 后脑杀上去了 我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啊 其实父母是就是害怕 我可能浮躁 然后会飘 我也很感谢他们 一开始能送我去学相声 我真的很感激相声